大家好,今天我們又來見面 今天是2022點6月19日星期日 先跟各位父親說一聲,父親節快樂 不知道你們的父親節今天怎麼過呢? 剛才我們走到下面喝茶 你知道了,在香港的禮拜賽 父親節也是和父母去喝茶 今天走來很多人 天氣也是一般陰陰的天 但都可以的,起碼都乾爽,不用下雨那麽煩 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和你父親過天吃晚飯呢? 在說之前,我們今天就要說一件事 記得看看你,去Youtube頻道搜尋我們 香港人靜能量勵志故事 又或者看這段影片的時候,下面記得幫忙 鼓勵一下我們去按訂閱和分享出去 亦都好多謝你,花了些時間來聽我們說 我們就事不宜遲了 今天就說故事了 這是一個真人真事來的 是個爸爸犧牲自己,成就兒子的 所以題目我就寫是爭氣 在喬治的記憶之中 爸爸是一個逼了腳走路的人 他一切都很平淡 而他這個平淡也都覺得平平無奇 所以在喬治的印象裡 他就在想,媽媽為何會和這個人結婚呢? 他小孩子有這樣的想法 不奇怪的,他們很奇怪的 他們想的事,天馬行空的 有一次,在市場裡 他們就學中學生 然後就舉行籃球比賽 喬治是隊裡最厲害的人 他就跟他媽媽說了 說出他的心願 媽媽呀,我希望你陪我一起去 那一天,媽媽笑了 那當然是啦 你不說的,我和你爸爸都一起去的 然後喬治聽到就搖著頭就說 我不是很想爸爸去的 我只希望你去,媽媽 媽媽聽到之後很奇怪 就問了,為什麼 然後喬治很勉強地說 我總是認為一個殘疾人在牆邊裡 會把兒子的氣氛變得另一種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氣氛 所以不太想爸爸去養養 媽媽當然聽到之後 就在家裡說 你是不是嫌棄你父親呀,兒子 剛巧巧,爸爸在這個時間走過來說 我那天沒空了,我要有事 有什麼事你們自己去就可以了 然後爸爸就走上房 媽媽沒有出聲 然後比賽 當然記得媽媽和兒子去 比賽很快就完了 喬治當然不用說了 當然拿了冠軍 所以他回家的路 跟他媽媽很開心 興奮地說 好開心呀,今天拿了冠軍 當然當然是媽媽說 如果你爸爸知道這個消息 他一定會好,很開心 就開始會唱歌 然後喬治就說 媽媽呀,在現在這麼開心的情況下 不提爸爸好不好 然後她說完這句話 她媽媽就真的接受不了她這樣說 就跟她說 你要告訴我 究竟是為什麼 很生氣地說了這句話 當然喬治也很不在乎可能是小孩子 小小口就說 她不知道這件事這麼嚴重 不是為什麼 就是不想在這個時候提起她 接著媽媽看到她這樣的樣子之後 接著很神識形狀跟她說 兒子呀,有些事跟你說 我們在公園裡坐吧 接著走去公園的路 沒話說媽媽 兒子也覺得事態不尋常 亦都不敢問 到她坐下之後 媽媽平心靜地跟她說 兒子呀 我有些事原本想跟你說 但是呢 不想在這一刻跟你說 但是呢 如果我覺得這樣隱瞞下去的話 會傷害到你爸爸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告訴你 兒子當然不知道什麼事 傻傻的樣子 然後媽媽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的腳 為何會有這樣的病 和為何會被迫了 兒子說 不知道呀 然後媽媽就說 是你兩歲的時候 爸爸帶你去花園玩 誰知道回到家的時候 有一輛跑車 然後呢 然後呢 塞一無常地撞過來 你爸爸為了救你 那隻左腳就是這樣 逼了 然後兒子聽完之後 呆了 哪有這樣的可能呀 媽媽就說 怎麼可能呀 這些事情 這幾年 你爸爸就叫我不要告訴你 不想影響到你 然後 說完之後 兩個人慢慢地走回家 然後母親就跟他說 其實還有一件事呢 有公園走回來 我都在想著還說不告訴你 但我覺得我應該要告訴你 兒子 然後當時兒子已經是 沒有什麼心機 讓我別人比賽 但他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不太開心 就說 哦 你說吧媽媽 其實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爸爸是誰 是布萊特 是你最喜歡的作家 然後兒子很驚訝說 你說什麼 我不信 媽媽就說 其實這些就是你爸爸叫我不要告訴你 你不信的 你可以去問問你先生 然後喬治聽完之後 很生氣 很不相信 不懂得說 就跑回去學校 然後問他老師 究竟是不是真的時候 老師 也很坦白笑好笑口跟他說 是真的 是你父親叫我們不要說這些給你知道 怕影響你的成長 既然你現在都知道了 我都不怕告訴你 其實你爸爸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兩天之後呢 爸爸回來了 喬治就問爸爸 你 是不是鼎鼎大名的布萊特 爸爸就很愕然 然後笑著跟他說 是啊 我就是寫小說最出名的布萊特 然後兒子很搞笑的 拿了一本書出來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 當然 爸爸看了之後跟他說 當然 當然 然後拿著筆給他在上面寫 曾 喬治 George 生活其實比起什麼都是重要的 當然 下款就是寫布萊特 不是寫父親 很多年之後 喬治就成為一名很出色的記者 當有人叫他介紹一下自己成功的腦子的時候 他就用回父親那句說話 所以說話 其實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父母給我們太多了 就是愛 而忽視了 或者我們做子女也都發現不到 其實在生活和時間 他們會嫁在我一起 父親永遠都是偉大的 說這個故事 希望這一個不是故事是真人真事 是告訴你 好好的 善待 如果你爸爸還在的話 多點時間陪他們 回家和他吃飯 好了 今天說故事時間就到這裏 希望你喜歡這一個父親的故事 事實 那記得幫我訂閱 多謝你的收聽 拜拜